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沒有組織宣稱犯案 卡達電信商ORIDO宣布 与晶片大廠徽達簽約 将在中東五国资料中心 配置AI及图像处理技術 但不包含美國限制出口的 最高階晶片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与哈马斯的基站接近尾声 但不代表战争结束 乙军将把兵力转向北方的 黎巴嫩真主党 美国警告 攻击黎巴嫩可能会扩大地区冲突 日本南鸟岛周围海域 发现电动车主要原料 稀有金属猛合2.3亿吨 推算其中沽 蕴藏量够日本使用75年 镊可用11年 预计2025年大规模开采 全球短影因持续增长 网购商加入战局 透过短片吸引民众冲动下单 专家提醒短片过度刺激 多巴胺分泌 可能破坏大脑加速老化 数位戒毒刻不容缓 观看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要来关注的是恐攻出现 而且这一次呢 是在同一天连续攻击两个城市 这是在俄罗斯南部 有一个叫达基斯坦共和国 星期天的恐攻事件 是多名枪手 他们用串联的方式 在两个城市行凶 第二大城是达基斯坦的德本 它是一个古老的犹太裔社区 世界遗产犹太教堂被纵火 而一间东正教教堂 两间犹太教堂跟一个警察局 全部遭遇恐怖攻击 造成了至少15个警察 和一个东正教的牧师丧生 总共目前为止16人死 而6个枪手 在跟警方驳火的时候被击毙 达基斯坦是一个绝大多数 是穆斯林的国家 只有非常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 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犯案 但是ISIS嫌疑最大 也有人说可能是俄罗斯内部的矛盾冲突 俄罗斯联邦达基斯坦共和国 地处俄国最南端 周日发生连续恐攻事件 多名枪手疑似串联 分别在相隔120公里的两个城市行凶 一间东正教教堂 两间犹太教堂和一个警察局遭到攻击 造成至少15名远警和一名东正教牧师丧身 还有多位平民罹难 巴基斯坦首辅马哈奇卡拉 一间东正教教堂遭枪手闯入攻击 19名信徒躲在一个上锁的房间内 才躲过死结 罗斯军人在教堂外与枪手激烈交火 稍后达基斯坦内政部公布的影像显示 枪手在市区逃窜 沿途抢劫民众坐车 当地对外道路还一度封闭 达基斯坦警方并未公布枪手最后的下落 只表示已经停止积极搜捕行动 另一波攻击发生在第二大城德本 当地一间犹太教堂遭纵火 随后传出枪响 警方与枪手当街交火 共有6名枪手被击毙 当地的一间警察局也被攻击 多名远警身亡 达基斯坦共和国零厉害 属于高家索民族 而且族群十分多元 宗教人口穆斯林占绝大多数 仅有少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 1990年代 俄罗斯和车臣分离主义武装组织 发生冲突 达基斯坦也卷入其中 近期俄乌战争与以哈冲突的 外裔效应也波及这个区域 去年11月 达基斯坦一群反犹太暴徒 占领了马哈齐卡拉机场 企图攻击来自 台拉维夫班机的犹太难民 但后来证实 班机是假讯息 目前没有组织宣称犯案 区域政治专家认为 最有可能是ISIS所为 研判的依据是今年的3月 发生在莫斯科音乐厅的恐攻 当时四名枪手 闯进莫斯科郊区的 市政音乐厅扫射 引爆爆裂物 造成145人死亡 是俄罗斯20多年来 最严重的恐攻案 ISIS-K宣称犯案 俄罗斯政府对这起攻击很低调 并未指明攻击者身份 但一些俄国国一媒体报道 枪手中有的是 达基斯坦当地官员的儿子 达基斯坦的领袖也透露 有不明人士想颠覆社会秩序 而警察挡了他们的路 所以成为攻击目标 还有一些俄罗斯议员 赵冠令要把恐攻导向是西方策划的阴谋 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 进行恐怖攻击调查 达基斯坦也宣布三天的哀悼期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关注是越来越热的北半球 热灾情频传 麦加朝圣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上欧利阿拉伯统计 目前的死亡人数是1300又1人 而各地气温一直破纪录 美国气象局向一亿人口发出了警告 向俄亥俄州标出了37.7度 而西班牙现在标破39度 一直很热的印度北部是45度 大量的蝙蝠成群成群的晒死 曝湿在街头地面 而热浪干旱让越南的咖啡减产 预估下一季的减收幅度将高达16% 会冲击全世界的咖啡价格 撑着伞遮挡炽热阳光 频频喷水降温 受到极端高温影响 今年的伊斯兰教年度盛世 麦加朝劲 传出至少有1301名朝圣者死亡 沙国卫生部声称 死者当中超过四分之三人 事先都未获官方许可朝圣 就在阳光直射的高温环境下行走 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 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美国包括新墨西哥州 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特区在内的民众 也都在应对高温天气 截至昨日为止 美国气象局已向超过1亿人发出警报 市井极端热浪灾害 将从厄亥厄河谷 蔓延至大西洋岸中部 为于南欧的 意大利同样遭遇热浪侵袭 大批西西里居民未结束 纷纷到海滩细水 也狂吃特色冰品格兰尼塔降温 西班牙连日气温飙迫39度 大批身在科尔多瓦的居民和游客 只能躲在教堂屋檐下遮阳 大量补充水分以免中暑 欧洲的希腊南部 受到高温强风影响 爆发多处森林野火 不少民宅被大火吞噬 还有一名男子来不及逃生 送医不治 20日开始 土耳其东南部边境城市 迪亚巴克尔与马定之间的大片区域 也因野火肆虐沦为交土 导致12人死亡 超过70人受伤 数以百计的牲畜 因此不幸与命 由于北半球各地热浪持续发威 印度北部的白天气温 已多日飙升到45度 大批蝙蝠接连死亡 地面出现成群尸体 越南今年因遭受严重热浪干旱侵袭 引起世界各地对咖啡价格上涨的担忧 当地农民虽然采取了应对措施 试图保持产量 该国政府仍悲观预计 下一季的咖啡收成量将下降16%左右 同样受到热浪干旱影响的还有中国 因为连遭旱灾创击 导致山东济南大批种植玉米的农民 颗粒无收 部分农民甚至表示 为了不让作物枯死 他们不得不把农药跟自来水混在一起灌溉 尽管中国北方旱灾严重 华南地区的强降雨却也同样未停 大量广西福建地区的民房作物被洪水冲毁 当地居民深陷水深火热中 因大西洋飓风计的第一场热带风暴 阿尔贝托19日在墨西哥湾行程 导致附近海岸降下暴雨 酿成洪灾 即便如此 当地许多渔民仍表示 国内各地活泊干涸 自己根本捕不到鱼 生计大受影响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部分地区 也因暴雨洪水引发大规模山崩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3000多人被迫撤离家园 南北洲的智利中部地区 则因连造温带气旋 及大河气流引发的豪雨洪灾袭击 造成1人死亡超过10万户停电 6000多人受到影响 高温干旱 暴雨承灾脚替出现 全球极端气候越演越烈 灾情扩散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的 本周美国政情大事 就是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 在美东时间的星期四 将会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位在亚特兰达的摄影棚 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辩论 那么由于这场辩论 看的就是他们捉对厮杀 因此这个第一场辩论 创下很多史上之最 包括时间最早 而且两位辩士 年纪最大 现场没有观众 也没有开场白 只提供一支笔 一本便条纸和一瓶水 拜登从周末前就已经闭关 到大卫营特训 而川普在多场造势的空档 进行非正式的政策讨论 而川普在周末被记者提问的时候 还说他已经决定了 副首人选了 这场辩论将是很多美国人 第一次锁定 2020大选续集 下一场要到9月 所以在本周四 任何大辩论的成功或失败 都会被放大解释 冲击选情 台北时间周五早上9点 2024美国总统大选重要的一刻 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 将同台辩论 这场C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主办的辩论将写下许多第一次 这是美国现代史上 首次准总统候选人 这么早就辩论 连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都还没举行 也是头一遭角逐白宫的人 年纪这么大 81岁和78岁 也从来没有一位大选辩论参加者 被判重罪 辩论后两周 川普封口废案就要宣布量刑 而下一场辩论要到9月 也就是说这一次任何失误 恐怕很难很快被抹灭 拜登从上周五起 就在总统休假地大卫营 与幕僚密集为辩论做准备 从对议题和问答的非正式讨论 到比较正式的90分钟模拟辩论都有 这回准备 由经验丰富的拜登 前幕僚长克兰领军 尽管阵营对细节保密到家 但透露拜登将会采取攻势 也不会回避使用被定罪的重罪犯一词 来称呼对手 拜登的主轴预料将有三大议题 女性声誉自由 川普对民主的攻击 以及川普的经济计划 其实伤害中产阶级 拜登试图塑造明智而稳健的领导人形象 与川普形成鲜明对比 川普周六在废城造势时 再次毫无根据 口无遮拦地讥讽拜登 不过相对拜登闭关特训 川普阵营对外则称 他避开传统的准备方式 改在造势集会空档 举行十多场非正式的政策讨论 也跟他可能的副手人选交换意见 双方透过辩论都希望能吸引摇摆州 温和独立摇摆的选民 因为他们将是这一次大选的决定性要素 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川普可以自我约束90分钟 尽管变得有些无趣 但展现讲道理理智的一面 很可能就会收获不少 但专家说这种想法太天真 专家说这一次虽然是2020年大选须集 但辩论还是有看点 因为拜川两人都已经进化 不再是四年前的那两个人 尽管川普被定罪 还提名三名限制堕胎权的大法官 甚至誓言第二任将对政敌进行报复 但对拜登来说最大的问题 不管公平与否 就是他身心是否有能力对抗川普 似乎没有什么比他在舞台上 展现精气神来得更重要 而目前川普还有个引外界关注的话题 就是他的副首人选 上周六被记者问到时 他说已经决定但没有人知道 据了解现在名单缩减到三位 俄亥俄州参议员范斯 贝达科他州州长伯根和佛州参议员卢比欧 一旦出现 这个人将是四年后共和党总统提名的热门人选 因为一线法限制 川普不能再选 这个新闻综合答 关注中东的战争 以色列政府军方和民间三者的分歧越来越巨大 塔拉维夫在周末有万人抗议 要求以色列政府签协议 赶快把人职救回 而以军也坦言 要彻底歼灭哈马斯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受访的时候 仍然坚称他不会签停火协议 拒绝巴勒斯坦人在加萨自治建国 而且承认美元弹药迅速减少 希望赶快解决问题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指出 要调军往北 迎击黎巴嫩真主党 同时以军持续轰炸加萨的平民百姓 就在23号 他在加萨市炸死了好多个取水喝的妇孺民众 在加萨市炸死了好不容易从避难处回到加萨走廊北部的难民就被死神捉走 即6月22日以军空袭加萨市下提难民营 造成42人罹难后 6月23日继续轰炸加萨市 这次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东大门附近炸死多名取水的妇孺 对马斯里而言6月20日这通电话仿佛是死神的手下唯一的人子 他带着全家人躲过空袭后 只能暂时与其他25人 即在汉尤尼斯一栋还没全倒的建筑物里 纳坦雅虎6月23日公开承认 美军援助以色列的弹药急剧下降 希望公开此事能让问题尽快解决 但美以不同调 以在许多方面浮上台面 从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建国到缓和中东冲突 纳坦雅虎都无视美国提出的解方 6月23日纳坦雅虎受访时 公开表示战争很快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但纳坦雅虎受访时明说 不接受美国的六周停火换球协议 坚持要把哈马斯连根拔除 这点是以色列军队高层都明言不可能做到的事 纳坦雅虎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这可不是美国希望听到的答案 因为纳坦雅虎说部队要调往以色列北部 迎战黎巴嫩真主党 这个美方强烈建议的 不要扩大中东战争完全背道而驰 在纳坦雅虎的许多个绝不接受背后 只剩下侵占加萨走廊的意图 纳坦雅虎各种坚持毫不动摇 同时又向美国要弹药 这行径连以色列国内民众都看不下去 台拉维夫的周末 上万人接头抗议已成常态 冠名分歧 让纳坦雅虎的民调数字创下新低 没有协议 以色列人质就回不了家 但美联社日前分析 纳坦雅虎不可能停战 因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 在大选中被推翻 而他只想继续掌权 为此而继续扩大战事 与黎巴嫩开战值得吗 急着与以色列开战的 还有夜门叛军青年运动 夜门青年运动组织声称 精准地用无人机攻击了 以色列海法港的两艘货轮 与两艘水泥运载船 但以军并未证实 青年运动组织同时也宣称 上周动用多枚飞弹 攻击在红海北部的美军 艾森豪尔号航空母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否认 也强调在红海 击毁三艘 夜门武装无人小艇 对加萨难民来说 跟飞弹一样可怕的 还有孩子枕边的有毒生物 不知还能逃到哪里去 汉尤尼斯这家人 忍耐着大蜈蚣爬进帐篷 喝脏水挨饿的日子 只求活命 在比较接近以色列的 加萨北部贾巴利亚 废墟中仅剩的一些市场摊位 真的是百心酸的 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天价食物了 一公斤的糖要53美元 一颗鸡蛋也能喊价到2美元 多数人只能等着 慈善组织的义工来煮大锅饭 仅有的食物是小麦稀饭和豆子汤 躲避战争痛苦生活 可能是加萨新一代孩子们 仅有的童年记忆 他们不是哈马斯 当然也不是发动 10月7日对以色列攻击的人 但他们都不会忘记 以色列给予的各种残酷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南韩的年轻一代流行短影音 其实很多地方 大家现在一划短影音 就停不下来直接成影 而看影片 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娱乐 短短两分钟就可以下单 直接变成了一种短影音冲动购物 很多影音平台都推出了网购功能 比方来说 像抖音的美国版TikTok 在美国和东南亚地区 加入了卖场功能 南韩各行各业都利用短影音 直接做行销 连铁道公社都派出搞笑女司机 拍片吸引关注 但是各界专家的看法是 短影音它会降低记忆力 带来伤脑 还有注意力下降的数位冲击 打开电视 看见荧幕上主持人 蛇颤莲花介绍的产品 远不住拨电话下单 南韩电视购物曾是不少妈妈们的最爱 但随着看电视的民众数量奏减 去年电视购物营业利润 13年来首次跌破5000亿韩元 为了摆脱成为西洋产业的潜在危机 南韩电视购物业界正利用年轻一代 爱看的短影片逐渐转型中 短影片因为片长限制 为了吸睛通常会制作较浮夸的内容 进一步刺激观看者大脑产生多巴胺 明明超过两分钟的影片会感到厌烦 却能不自觉花大量时间观看短影片 根据韩联社报道 今年全球短影片市场规模 约52兆韩元 今后五年内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六成 这让不少业者从中看见商机 透过短影片带货赚钱 有调查显示 有75%的用户会在观看短影片内容后 购买商品 这一大诱因自然吸引各大一因平台 推出网购功能 抢食这块大饼 像是TikTok在美国和东南亚等 海外影片内容中加入了 可以直接购买商品的卖场功能 YouTube也增加YouTube刷品项目 让符合资格的创作者 在平台上轻松宣传及贩售自家商品 而南韩科技龙头Never和Cacao 也正在为类似功能下功夫 但这样的做法也为人诟病 专家试镜利用短影片推销商品 可能让消费者陷入冲动购物 而不能自拔 尽管如此 短一片风潮并未就此中断 如今还吹进各行各业 行销部门 SK电讯为了纪念公司成立40周年 推出5分钟网络短剧 记录从通讯时代到AI新世代的变迁式 现代集团子公司HD现代建设机械部门 也在YouTube连载网络电视剧 希望透过年轻一代偏好的短影片方式 传达企业价值 各大企业正用短而有趣的方式 扩大和MG世代的连结 甚至政府机关也跟上脚步 浮夸动作 幼趣表情 短短几秒钟的影片 把南韩最新高铁列车 青龙号的重点资讯传达给民众 放弃护理事工作 转任列车司机的江夏英 如今成为YouTuber 康夏宣传众愿 在铁道公社官方频道 上传打破成规的搞笑短片 介绍列车大小事 只是种种短影片盛行的现象 也引起专家担忧 尤其各界认为 可能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育 专家指出 大脑的前额叶皮植负责计划决策 提取记忆和冲动控制等功能 平均1到25岁才会发育完成 平凡观看短影音可能影响 而少脑部发育 另外短影音会刺激大闹 持续分泌多巴胺 时间依旧可能会胜影 不排除改变未成年人的注意力长度 甚至因此难以专注在 无法及时提供满足感的活动 短影片虽短 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在甚加利用短片流量 创造巨大收益的同时 人需正式带来的负面影响 谨慎看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了 关注是日本在东西海域 发现令他们兴奋的一个矿物 那么是在小绿园珠岛 南鸟岛的海底 发现了那个矿物呢 是电动车产业跟先进科技 常用的原料是猛合 这种含有稀有基础的球状岩石 经济身价非常高 里面的菇含量有61万吨 相当于日本75年的用量 而链有74万吨 可以供日本足足消耗11年的用量 但是猛合被发现 百年来始终没有能够大量开采 主要是因为它打捞相当困难 冶炼的成本也很高 还有包括海洋公约等等等等的约束 日本团队计划从2025年 就要展开商业化的试验开采 科技挂帅AI当道 尽管全球电动车市近来遭受信心考验 整体大方向人坚定前行 东阳汽车产业龙头发豪雨 丰田带头冲刺先进造车技术 而学术界则从海底 替日本产业 经济 国家战略 带回振奋消息 袋子里一颗颗黑黑圆圆的石头 学者称之为了不起的东西 真名叫做猛合 先别集着猛合色变 猛合成为猛结合或多金属结合 约150年前 由英国的海洋科学探测船 挑战者号发现 它是一种自身性矿物 以石块 生物骨骸等矿物为核心 外层来自海底的金属离子 结合成长极为漫长 被认为是所有地质学现象最慢 经过百炼千锤 得以形成 猛合得来不易 尤其它富含猛 铁 孤 涅 钛等 这些所谓21世纪的科技金属 更让它具有不菲的经济身价 如此珍贵的工业维生素 被证实大量分布在日本专属经济区 2016年东京大学千叶工业大学 组成海洋研究队 调查东京以南 约1000公里的小栗原珠岛 在群岛中的南鸟岛海底 确认到大面积的猛合 为了妥善利用海洋资源 于是与日本财团合作 下到约5500公尺深的海底 展开此次的大规模探勘 团队表示 运厂量推估约2.3亿吨 初步分析 估约61万吨 灭约74万吨 分别相当于日本约75年 11年的消耗量 原以为日本稀土资源区乏 如今摇身已变成为猛合富翁 且内涵的稀有金属 皆为电动车产业 与先进科技常用原料 不过猛合被发现百年来 始终未能大量开采 主要在于打牢不易 也练成本过高 海洋公约约束 因此难以实现商业开采 团队表示 最快明年与海外企业配合 投入70至80亿日元 实验2500吨的日采集量 为升级效率提供数据 同时探究维护环境与生态 达到与海洋和平共存的 终极目标 TV新闻众报道 好来看相扑到了美国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 在美国开始风靡 因为西雅图开始有业者推出 结合相扑跟寿司的另类美食秀 也就是看相扑比赛的同时 吃道地的寿司 但门票换算新台币要上万元 而今年最特别是 他们邀请到第一个成为大官的 非日本历史现年60岁的小景80集 作为这次巡回赛的主持人 小景80集从夏威夷去 能够用流利的英语解说 相扑比赛的细节 而巡回演出我们刚刚提到的票价了 最基本单看比赛 折合台币2400多块钱 但是到最贵的摇滚区 搭配寿司宴的话 这个VIP价就超过台币1万元 他们都是与众技术的 他们都有参与的业务 而这就是他们的研究 成为投赛的业务 币和舞台币的表演 而在与众人们的生活生活上最好 撞说身形一字排开 结合日本神道仪式和运动的相扑赛 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 西雅图业者推出相扑寿司表演秀 今年邀来的主持人也是重量级 现年60岁的小景八十几 是首位成为大关的非日本人历史 他来自夏威夷 体重最高峰曾达287公斤 还因此获得推土机的绰号 由他担任专业主持解说 带领台下观众迅速理解相铺赛的规则细节 目前正在全美巡回演出 巡年满21岁才能入场 单看比赛价格为75美金 约合台币2430元 搭配寿司饗宴 票价165美金 约合台币5350元起跳 场边观赛持寿司的VIP票价 一张要400美金约合台币13000元 同样奉明美国的日本传统文化 还有古典表演艺术歌舞技 演员们粉末登场 但不同的是台词句句都是英文 美国第一场歌舞技表演 是1924年在夏威夷登场 今年适逢100周年 除了台词语言转换之外 其他都是原汁原味 包括正宗的日本乐器和银场方式 掳获不少美国民众的心 学生们努力写着汉字 老师在白板上教日文 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 第二大臣麦德林 有一间独特的日本文化馆 走进这里就算来到日本 还有樱桃小丸子的漫画可以看 现年50岁来自日本的波多野相知 有感于哥伦比亚人 对日本文化的陌生 创立日本文化馆 聘请来自日本或各国当地 对日本武术 语言 音乐和美食 有研究的专家授课 目前这个日本文化馆 约有150名学生 有人从连日本在哪都不知道 到现在深深爱上这个国家 日本文化的美 让不少人为之着迷 许多外国人到日本 不是吃拉面或寿司 而是专程品尝 灵魂食物 日式饭团 将温热的米饭铺在模具上 中间填入新鲜鲑鱼 双手稍微按压 把米饭捏紧之后 包上美味的海苔片 这间日本东京 最古老的饭团专卖店 创立于1954年 如今已经是第三代在经营 岁月1008年的日本经典文学 原始物语中提到 饭团最早的形式 可以追溯到11世纪初 因为日本米具有年性的特色 演变出的家常美食 早期会加入梅干或是明太子 到现在各种食材布局 而且仍然受到日本人的欢迎 年轻社长代理的太郎饭团 目前已在日本开设四家分店 未来放眼美国洛杉矶 和法国巴黎 希望将日式饭团推广到全世界 成为下一个日本美食之光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在五国界的时代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以这一些打前锋 和寒流竞争 接下来关心的就是 灰达抢进中东 由辉达的电信资深副总出面 和卡达电信商 签署合作协议 宣告辉达正式进军中东 辉达将为这间新伙伴提供AI技术 配置到他们在中东五个国家的资料中心 尔瑞度则成为中东第一家 直接供应挥达AI和图形处理技术的企业 因为这是在华府限制 美国高阶晶片出口 阻使中国企业把中东当成后门 取得AI技术以来 辉达第一次和中东业者 签订的大型公益协议 反观华尔街的AI狂热 在上周五稍稍降温 美股三大指数变动不大 标普500和纳指 根本辉达连迭两日给拖累 中场回落 但看在分析师的眼里 这些都是正常发挥 这也让辉达在上星期 以3.3兆美元首都成为 全球最大市值企业后 马上又调回第二名 目前3兆美元俱乐部的名次 依据是微软 辉达 以及继续扩张全球销售版图的苹果 上周六早上十点一到 马来西亚第一间苹果零售店 在吉隆坡正式开幕 当中有不少果粉是前一晚就来排队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 都来一堵这栋全新 使用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的苹果门市 包括屋顶采用3D层次的设计 能够减少太阳光直射 室内则分为探索学习和选购3个楼层 和一旁的购物中心与公园相互连结 关键的产品系列一应俱全 最新搭载M4晶片的iPad Pro 也在现场展示 AI俨然成了各家大厂强推的新卖点 也让这款由亚马逊打造 大名鼎鼎却亏损连连的智慧云助理Alexa 宣布进行十年来的首度改版 将加入深层式AI功能 以提升对话服务 只是美国企业要面对的劲敌 还有来势汹汹的中国品牌 华为的常务董事于晨东 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上 正式发表全新大型语言模型 鸿蒙5.0 被视为AI技术的重大突破 余晨东接着补充 华为AI基础架构的受欢迎程度 目前仅次于回答 根据最新报告 华为的鸿蒙作业系统手机 已经在今年第一季超越苹果的iOS 目前在中国以17%的试战 成为安卓之后销量低而高的手机作业系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了 关注国际体坛动态 37岁的网坛老将莫瑞惊传退赛 世界职业网球协会周一突然在社群平台上宣布 他因伤退出温布顿网球赛 引发哗然 但包括了BBC 独立报等等英国媒体 都打脸说没有这回事 莫瑞团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宣布退赛 周末的时候莫瑞紧急动手术 所以消息走漏 现在网球协会已经瞧瞧删文 不过根据外媒透露 这种伤势一般人恐怕得花一个月的时间修复 莫瑞能不能够赶上温网 目前还是未知数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